近日 廢廢洋洋狠狗的風馬獸事件終於塵埃落定 各大平台同時出手 來勢洶洶看上去 完全沒有轉環的餘地了 畢竟時隔一個多月了 我們先回顧一下這次事件的起因 一開始是韓國鼎流女團成員利秀要去風馬獸跳舞 之後網友就普及了這個獸到底試過什麼東西 所謂風馬獸是以大尺度舞蹈和脫衣獸為主題 被認為是一種將女性物化為娛樂工具的行為 傳網對此爭議很大 但這就出於某些不變明說的原因執意要去 他去就算了 演出當天 奈餘兩位女明星竟然主動跑去看 Angela Bobby在門口被偶遇 張家毅更是不捨不擋在門口留影 而且這場表演還涉及到辱華的問題 因為其中有一段表演充滿了清朝元素 舞者穿著改良的旗袍在鴉片館中表演 引起了很多過人的不滿 事情發生後 這兩位女明星一直沒有正面回應 只不過Angela Bobby參加陸賽的綜藝基本都被一剪沒了 11月1日 已經有網友發現Angela Bobby的微博帳號不能收私信 當時粉絲解釋是系統爆擊 11月2日 全網封殺正式開始 Angela Bobby過億粉絲的微博耕然 張家毅1,000多萬粉也被耕然了 隨之而來的是Angela Bobby的商業大國全面崩塌 根據天眼查顯示天眼查顯示 Angela Bobby陽榮共關聯四家企業 目前擔任徐州寬榮文化傳媒中心 青島天英文化傳播中心 以及上海光榮文化傳播工作室的股東 並分別持有這三家企業的99%股份 經營範圍均衛文化藝術 Angela Bobby目前還有43個代言在身 首先做出反應的是貓人 Angela Bobby代言貓人是9月份的事 他的粉絲環和葉巴的粉絲起了少少的摩擦 當時貓人官方力挺Angela Bobby勝賺誰能看得Baby不愛上他 9月底 品牌方就攜手楊榮開始為雙十一預熱 之間Baby頂住貓人標誌性髮型 如同一位熱情揚逸的精靈 然而 情況急轉直下 昨天粉絲與貓人客服溝通情況如下 品牌方明確的說已經不是代言人了 相關物料正在僅羅蜜谷的修改 與此同時Angela Baby代言的其他品牌也紛紛開始喊動起來 曾經 東時力品牌在雙十一這個購物狂歡的日子裡 將Angela Baby的照片作為主徒 吸引了無數消費者的目光 現在你再去搜索已經和楊榮沒有半無前關係 儘管東時力尚未公開宣告與Angela Baby的攜手 但品牌的微妙舉動卻似乎在肖然規避著這位女神 楊榮曾經最可愛的代言Kiffinick也爆出正在走內部解約索賠流程 擁有534萬粉的大紀理記透露了他知道的一些消息 首先帳號坎然其次演藝方面肯定要停擺一段時間多久不好說 目前廣告商還在觀望階段 楊榮和他的團隊肯定想不到 就是私下看了一場獸 竟然會有這麼嚴重的效果 他們肯定也肯迷惘不知所措 不過處罰力度之所以這麼大 還是拜楊榮本人和他的粉絲所持 楊榮本人最大的問題就是沒有不可替代性 為什麼非要冒險用他呢? 他不會唱不能跳也演不來戲 唯一有價值的是人氣和粉絲 現在徹底涼涼 沒想到14歲出道的楊榮 公寧20年34歲就可以退休了 想想也是讓人羨慕 楊榮寫20年步步驚生 在香港和文永山搭檔以亂無身份出道 憑直漂亮鏈彈衝出生天 馬上吸引了一波關注 很快 亂無就遭到抵制 因為他們依著暴露 不學毛術 教壞小朋友 楊榮是被罵的罪行的 在哪個點上 他找著了黃曉明這根房墓 緊緊攀附 在黃曉明的運作下進內如 就是懷疑立孔 從亂無飛星誌與85花門平起平坐 85花雖說個個美式當前 但誰沒有幾部爆款代表作 只有他全靠再帶騙女打仗郵策存在感 一開始還強調混血身份 後來發現風向不對 趕緊染黑頭髮 說最純正的普通話 那幾年內如富得流油 他被曝出拍戲溝圖 見價片酬劇 劇組養胎 這麽多醜聞 大家笑笑也就過去了 那時候 正流行汪峰的飛得更高 每個人都相信明天會更好 對戲子的態度 就是開心就好 娛樂致死 之後 自剛衛視隱進奔跑吧 她是唯一的女MC的 整個人截照搬韓過的宋志後 不管不顧 醜屍屁硬生生成了她的代表作 客官來說 鍾藝是適合影響和卑鄙的 她夠美、夠平、夠大膽、夠出位 她沒有智慧 但實分聰明 是哪種聰明到精明的程度 跑男是她的代表作 近年如大家所見 奈如進入竹琴建造的階段 力捧她的大老闆 自己都開始買收藏還債 藍臺也視負面前身自顧不下 她乾脆趕過少留 來過離婚大女主劇情 順便糞點家產 離婚後 楊詠之緣肉眼可見的下滑 她只能和一些名氣 不如她的弟弟玩玩這帝戀 但臉在江山在 她比誰都知道這個道理 楊詠實在太精明 她外表像過楊娃娃 內在也視如是空洞 當亂中觀察室嘉賓 只會不斷重複合到了 合起來了 一點觀點都輸出不了 但她狠進取 生完孩子三個月就回歸工作 她的好姐妹楊蜜 一開口就是輸出 你能聽得出來 楊蜜這一路的成長的思考 她這樣真正的大女主 尚且有為愛分頭 在巔峰期為劉海威生孩子的時侯 楊永不會 她每一部都視算界 這也是她言不了氣的原因 她不信 你看得出來 她根本不信那些劇情 創作者要敢做夢 要沉浸 她眼睛一直爭得大大的 不卑不起 包括最後這一部 她為什麼去看獸 真的是太想看叫無了嗎 還是為了別的什麼原因 聰明反被聰明誤 沒有人能想像得到 如此算計的一個女明星 最後會因此離奇的一個事件被清退 娛樂圈充滿神話 傳奇和預言故事 楊永無疑負責了預言的那些氣氛 擁有1.5億粉絲的人 一個小學生的好媽媽 她應該知道自己的粉絲群女 未成年比重有多大 但她就是不管不顧的去看了受 之後 她的粉絲還到處嘴硬 這無疑加快了封殺的進程 說到底 還是吃了沒文化的虧 與此同時 卑鄙的粉絲們也陷入深深的困惑 有人認為她被冤枉 堅決支持她 但也有粉絲開始懷疑 甚至有人轉行支持其他明星 這一事件也引發了韓國網友的關注 他們紛紛表示對中國的支持 黃曉明在這場風波中也遭受牽連 據爆料 她希望與Baby儘快割席 以免被牽連到事件中 儘管她早已離婚 但仍然關心Baby的安危 這一事件似乎加深了媒體對於黃曉明的評價 認為她是一個負責任的公眾人物 Baby也被爆料拋售了 位於北京三女團的一套價值5億的豪華公寓 這套公寓佔地面積達1300平方米 地理位置非常優越 有人猜測 這可能是因為近期的負面風波和高雅的生活費用 迫使她做出了這一決定 還有人猜測 這可能是為了應對稅務審查 尤其是關於稅務方面的問題 一旦被追繳稅款 她可能只能選擇再國外發展 也有消息稱 她已經做好了最壞的打算 準備跑路出國 她還計劃將自己的孩子送到國外讀書 以免受到輿論的影響 她自己也打算移民到國外 重新開始自己的生活和事業 不過 這些消息都沒有得到官方的證實 也不知道她是否能夠順利地實現自己的計劃 她還計劃將自己的孩子送到國外讀書 以免受到輿論的影響 她自己也打算移民到國外 重新開始自己的生活和事業 不過 這些消息都沒有得到官方的證實 也不知道她是否能夠順利地實現自己的計劃 這一事件無疑及Angela Baby帶來了巨大的打擊和損失 也讓她的粉絲和觀眾感到失望和憤怒 她的形象和聲譽都受到了嚴重的損害 她的事業也面臨之前所未有的危機 她是否能夠挽回自己的局面還有待觀察 這一事件令人感慨娛樂圈的風雲變幻 Baby曾以她的獨立女性形象贏得了眾多粉絲 但如今她卻陷入了聲譽受損的泥鬧 與此同時 王曉明的事業似乎正重新回升 她的口碑逐漸改善 這一事件也讓人們反思 在娛樂圈 演技和業務能力才是演員真正應該追求的 網友們紛紛評論說 Baby似乎難以在內餘圈繼續混下去 而與王曉明的關聯 可能是她繼續留在這個圈子的唯一途徑 Baby的事件已經迅速發展 然而整個事件的真相仍然樸縮迷離 無論如何 這個事件為娛樂圈帶來了巨大的衝擊 也令人們對娛樂圈內外的輿論和公關手法 產生了更多的思考 在未來 我們可以期待看到這個事件的進一步發展 以及它對娛樂圈的潛在影響 無論如何 這一事件都將成為娛樂圈的一段佳話 為人們提供了許多值得探討和反思的話題 希望這一事件能夠給娛樂圈帶來一些正面的改變和景視 讓更多的明星能夠以身作質 鼠立良好的榜樣 為社會和國家做出貢獻 好了 今天的節目就到這裡了 如果你喜歡本期視頻 歡迎點讚訂閱加轉發我 我們下期節目不見不散 警察 請 floors